哇 现在偶像在这里呢 看到这种情况是十多年了才看到这样子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话呢 那一些修摩托车和修汽车肯定是很忙很忙 今天一早呢 就停雨了 昨天晚上下到12点就停了 所以呢 今天我想出门给大家看看情况吧 我给大家看我现在正在这条路是 昨天被淹水的 今天所有的汽车 这些汽车都是被淹水的 他现在还没处理完 现在在这边堵车 这些车呢 停下来都是被淹水了 昨天晚上在这边呢 很严重的 所以 我们下一天的雨就这样子了 哇 给大家看 完了完了 完了 这一次呢 在我们新港这里 如果是有人卖汽车的就不要买 很多摩托车和汽车都被 都被这样子的 看到了 这次看了 然后在这边里面 看到了 这边呢 就被淹水了 看到了 这边缴了 现在已经是个汽车 了 这边 还没临 哇 我的天啊 我在香港生活了10年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太严重了 昨天晚上真的是香港人 一个晚上没法睡 因为很多地方都被淹水 可以说是80%的地方 都是被淹水很严重 很多人就是要救命的 因为他们住在一些 租房子的小房子都被淹 什么车都有啊 电动车 我们这边的牌子 什么车都有 很长 整个追台路 追台路是山也是在 比较严重的 昨天米都在 水水都涨了 一米多的水 所有的车都死掉了 这条路是在我们市中心这里的 市中心 这条路主要是卖衣服的 现在很多人呢 出门都是在拍视频 因为真的是生活在这边十多年了 第一次才看到这种情况 太严重了 还好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没有 不管是什么好吃啊 什么便利的车 什么车 被淹水都是死定 后面的在香港 不敢买那个旧车了 有一些车主呢 他们把那个 他们的车牌好打住了 因为他们知道 很多人在拍视频 拍照啊 万一拍到他们的车那以后 他们卖的 也是没有办法卖 我便怕 便要看路 不然他们挖到就麻烦 真的是 这次那县港省市还是蛮大的 这个路比较窄 比较矮 然后他们 你看 路很多地方都被坏 昨天水很快地就涨 涨了一米多了 那是很快 他们可能是该下班的 下班的 然后就拍到这边来 拍到这边就涨得太快了 他们就没办法 就只能 那那个时候 先要保命嘛 命 生命才重要 看到这种情况 真的是很多人不想相信 在香港还能出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三十多年了都没有出这样的那个爆水那么严重的 真的是昨天我们香港人那所有的人都不可以睡觉的 我先我住在这边还好就刚搬到那个高楼 不然如果是之前住的那种房子的话昨天肯定也是房子都被验了 我朋友在这边的很多人那个一层楼那边都验了差不多有一米多的 现在大家看路边的很多车呢死掉 有人他们把那个车票挡住 如果以后呢他们卖的也是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他们知道很多人会到这边来拍照发到网站上面了 这条路是最厉害的 加上因为昨天呢水涨的时候 刚好就是大家下班的就是五点半开始到七点八点的那个时候就涨很快很快 就二十分钟就从零米到涨到差不多快一米七左右 你看一米七如果是我的话呢就就死掉了嘛 哇真的是从来你看这边就是摩托车 修摩托车的地方 修摩托车的也是超级多 哇现在人家都排队嘛 这些呢车也都是被被那个验水了 还好真的是昨天家里没有没有被影响的话呢 感觉生活还是要损失很大 影响到生活经济 看到香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感觉真的是损失很大 很多老人家他们说他们生活在这边的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没有 就1996年那个时候有一次也是洪水也比较厉害 从一直那个时候到一直到现在二十多年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主要是这个地区的话呢 它离那个寒江比较近 然后江里的水嘛 江里的水涨得太快了 它它就放市中心这里进水 所以呢这里没办法水没办法退 哇这些汽车啊 现在就是等着这拉走 这几天都拉不走 你看太多了 如果是有买保险 还好是带保险公司还是比较麻烦啊 就处理这些啊 昨天在我们网站上很多人发布 谢谢要救命 真的是我在家里看的 就很着急 我怕有个人发了五个小时 没有人救 就是军人来不及 因为太多 你们遇到问题了嘛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小力就分享到这里啊 也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 因为很多网友也是关心这里的一些情况 包括天际啊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在我们旅游的时候不要来这边 不然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呢 就让大家旅游不愉快 好的喜欢小力的 大家帮小力点个赞分享啊 我们在下个影片见吧 拜拜